我告诉你啊,面粉不要再蒸馒头了,教你一个懒人做法,不揉面也不擀面,筷子搅一搅就可以做,清香美味,松软营养又好吃,新手只要看一眼就能学会。 面粉里加三克白糖,五克盐,一勺酵母粉,450克温水,搅拌成细腻无颗粒的面糊,扣盖醒发两倍大,发好的面全是蜂窝状,充分搅拌排气,碗里打四个捡来的鸡蛋,加盐和五香粉。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却能让我一个农村孩子开心好几天,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星星吧,辛苦您了。 双手抹油,直接就一块面糊,放入预热刷油的锅中,拌成中间薄两边厚的小饼,撒上青椒丝和火腿丁,烙至底部金黄定型后,淋上适量的鸡蛋液,趁它不注意翻个面,煎至两面金黄熟透,松松软软,清香美味,营养又好吃,老少皆宜,做法简单保存起来吧。 想做的时候还能找到我,美食自己做,家人吃得更放心,一定想不到,不加糖不加油,也不加一滴水,不用烤箱,没有蒸锅也可以做这个蓬松柔软的大发糕,特别好吃,老人孩子都喜欢,只要看一遍你就会。 150克红枣清水洗一下,上锅中火蒸20分钟,蒸好后放进破壁机里,加入一盒牛奶,您的一个红心,就能让我开心好几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星星吧,辛苦您了,把它打成丝滑的糊状,500克普通面粉,一包酵母,倒入红枣糊,搅拌成这样浓稠就可以,放点燕麦片和坚果,搅拌均匀,醒发两倍大,醒好后搅拌排下气,锅里刷一层油,倒入红枣面糊,有条件的可以撒上点芝麻,放到电饭锅里,按煮饭键就可以。 牛奶枣香味真是太香了,松松软软,口感绵密,老少皆宜,做法简单保存起来吧,想做的时候还能找到我,美食自己做,家人吃得更健康。 家里馒头不要直接就吃了,教你一个更好吃的做法,饭店一份卖48,在家做成本不到三块,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主食,简单又好吃,两个昨天的馒头切成小方块,碗里打入四个大学毕业的鸡蛋,一把葱花和青椒丁, 快速搅拌均匀,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对我来说能让我开心好几天,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辛苦您了,倒入馒头中,让每一块馒头都沾满鸡蛋液,油热下入馒头,翻炒均匀,炒至馒头微微发黄,馒头这样做,焦香入味,大人小孩都喜欢,收藏起来你也试试吧,咦,忘记放言了,每次回家过年,姥姥就给我做这个千层牛肉饼, 皮薄线多,外酥里香,其实做法特别简单,不需要任何的手法,分分钟就可以搞定,500克面粉,5克盐,300克的温水,用筷子搅拌成面絮,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切分成不大不小的面积,搓成小圆柱,喷一层食用油,盖上保鲜膜仰面半小时, 10块钱的牛肉馅,泡好的粉调碎,葱花,姜末,食盐,15香,少许油,适量生抽,搅拌均匀,养好的面直接擀成长方形面片,放上肉馅,用小铲子铺平,从一边叠起来,您的一个红心,就能让我开心好几天,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星星吧,辛苦您了,油热放入锅中,淋上两勺清水,中火收干水分,翻面煎至两面金黄, 外皮酥脆,内里柔软多层,满满的肉馅特别好吃,做法简单保存起来吧,想吃的时候就能找到我,美食自己做,家人吃得更放心 把牛奶放入油锅里,出锅瞬间就变成一道经典的贵族美食,一位农村的大爷靠这个炸牛奶,走上了富裕的人生巅峰,看看怎么做的吧 500克纯牛奶倒入无油无水的锅中,加一勺白糖,60克玉米淀粉,开小火不停地搅拌,熬到这种粘稠的状态,倒入模具中,晾凉后切成小块,碗中打入三颗鸡蛋 我每天认认真真教做菜,已经分享了一百道美食教程了,您就给点个小红心知识一下吧,辛苦您了 蘸上一层鸡蛋液,火上面包糠,油温冒泡,下锅炸至表面金黄酥脆捞出,奶香味浓郁,外酥里嫩,营养丰富 全家老少都爱吃,保存起来吧,想做的时候还能找到我,美食自己做,家人吃得更健康 排队两小时才能吃到的盘丝肉饼,外皮酥酥脆脆,肉馅鲜嫩多汁,接下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500克面粉里加10克白糖,用筷子从中间分开,倒入120克开水,搅拌成大面絮,倒入150克凉水 继续搅拌均匀,加20克食用油,揉成光滑细腻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切成均匀大小的面积,搓成小圆柱 盖上保鲜膜醒发40分钟,剁好的肉馅放浆,葱,适量的老抽,食盐,辣椒面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将形好的面积轻轻撑长,放上肉馅,两边对折把肉馅包起来 像这样从一端边撑边卷,撑得越薄口感越酥脆,撑到一半,用我家的切面滚刀滚成细丝 接着卷起来,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好几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红心吧,非常的感谢 最后用手把它按扁,粘上胖乎乎的芝麻,油热放入小饼 盖上盖子保持水分,烙制两面金黄熟透 这样做的盘丝肉饼外皮酥脆,里面还有一层层的肉馅,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你也收藏试一试吧 其实不用烤箱,也不用打蛋器 三个鸡蛋一碗面就能做好看又好吃的毛线球大面包 外皮金黄,蓬松轩软,新手只要看一眼就能学会 空碗里打入三颗鸡蛋,30克白糖,50克牛奶 用左手搅匀后,倒入300克普通面粉,3克发面网 搅拌成面絮,加20克食用油 用洗衣服推拉的手法揉搓几分钟 这是面包好吃的关键 分成三个面积,直接擀成长方形面片 一半涂抹豆沙,一半切成条 注意尾端不要切断 看到这记不住的话,可以先点个小星星收藏起来 方便想做的时候随时都能找到 非常的感谢 从一头卷起来,放入刷了油的盆里 醒发体积明显变大 刷一层蛋黄液,水开即时蒸40分钟 这样蒸的毛线球大面包比烤得还柔软 颜色金黄,香味浓郁 蓬松轩软又拉丝 做法简单保存起来吧 想做的时候还能找到我 美食自己做,家人吃得更放心 过年一定要给家人安排上这个年糕 寓意来年红红火火 年年糕生,香甜软糯特别好吃 做法非常简单 保证看一遍就让你学会 三块一斤的红枣 剪成这样的小块 倒入300克糯米粉里 加点我喜欢的葡萄干 用手抓拌均匀 倒入200克喝剩的牛奶 不知不觉已经发了好多个简单的年夜饭教程 就麻烦您点个免费的小红星支持一下吧 辛苦您了 和成一个面团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全部做好 放入蒸锅 表面摆上红枣 直接开火蒸 水开蒸20分钟就可以了 舀一口香甜软糯 浓浓的牛奶枣香味 真是太好吃了 保存起来吧 想做的时候还能找到我 一定想不到 一颗苹果和两根山药 不加面粉不加糖 不用烤也不用炸 竟然做出了五星级酒店的招牌美食 很多人活到60岁也没见过 做法比蒸馒头还简单 不要钱的铁棍山药 两毛钱一个的苹果 40克红枣 适量的白芝麻 两颗大小一样的鸡蛋 家里没有绞肉鸡的也可以用豆浆鸡 搅打两分钟 准备一个柠檬备用 一个红星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开心好几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星星吧 辛苦您了 搅成这样就可以 有条件的加一勺奶粉 倒入刷过油的盆中 撒上我爱吃的坚果 盖上保鲜膜 水开上锅蒸30分钟就可以了 清香软糯 营养丰富 健康又美味 大人小孩都爱吃 收藏起来给家里的老婆和孩子做起来吧